香港小姐兩位海外佳麗近日回香港準備競選 其中22歲從洛杉磯返港的張瑩瑜 一日獲安排到髮型屋進行變化大改造 不過她來到時匆忙走入髮型屋 無停拍照 2小時後完成改造才出來接受訪問 Joyce 說有點緊張 因為人比想像中多很多 時間都好趕 一來就立刻衝進去 花翠弄好頭再出來 不用大家等那麼久 Joyce 畢業於洛杉磯音樂器劇學院 The American Musical and Dramatic Academy 表演系 參選港者是希望開展演藝事業 我參加香港小姐是為了進入一個新的歷程 我想試多些演戲方面的東西 唱歌、音樂是我的興趣之一 但不是我的專長 我的目標主要是成為一名好的演員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距離演員的道路是有一段距離 我到現在都未能稱自己為一個演員 Joyce 也有留意本地嘉麗 還對其中兩位印象特別深 我其實最近看直播 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我心目中覺得很漂亮的就是Selena 還有另一位很特別的女生叫做連佳麗 她昨晚就有彈結他、唱歌 同事又在吃飯 我也覺得很厲害 今天我們覺得很可愛 今天他們也會覺得很可愛 今天我們會拍攝 我們會拍攝 我也會拍攝 很可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